這幾個月我在瑪嘉莉醫院 日日夜夜見到我女兒睡在醫院 全身插滿喉 呼吸也是靠呼吸機 很辛苦 四歲女童心悅今年五月 在仁濟醫院縫合頭部傷口之後 心臟罩停18分鐘 至今情況仍然危殆 見到女兒由原本健康活潑 現在身體機能不斷下滑 黎先生非常難受 我經常家庭很痛苦 沒想到被她們在醫院破壞了我的家庭 事發四個多月後 當日為深月聯針那兩名醫護人員 上星期六已對所看管兒童虐待或忽略罪被捕 黎先生說事故發生之後 已經先後兩次被仁濟醫院機會交代事件 但對方依然隱瞞 她對此非常失望 黎先生早前正式去信醫管局 正考慮向仁濟醫院提出民事索償 被捕的兩名人制醫院醫護人員 星期一到沙田裁判法院出庭應訊 兩人分別是註冊護士26歲的張天榮 以及二級病人服務助理62歲的尹美君 控方申請暫時無需答辯 案件押頭至12月23日再審 有名被告可以一萬港元保釋 期間不得接觸控方證人 不得離港及每個星期需要到警署報道 遲到訪問